三高啊? 血壓啊 血 有沒有貼士? 高血壓、高膽固醇和 是不是糖分高? 近年香港肥胖的人士是越來越多 相信跟我們飲食的習慣越來越西化有關 很多人都說肥胖對健康是不好的 究竟如何不好? 肥胖本身跟三高很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是腹腔內的脂肪 俗稱肚腩內的脂肪 含有很多種不同的脂肪酸 這些不好的脂肪酸會引致膽固醇增加 導致血壓上升 還有腹腔內的脂肪會釋出有害的蛋白質 這些有害的蛋白質會降低胰島素的敏感性 引致血糖上升 你覺得全身肥對健康差一點? 還是中央肥胖? 即只是肚腩肥? 會差一點? 全身肥吧 全身肥胖有些人是天生的 應該是肚腩肥會差一點 可能喝啤酒多吧 全身肥的話 就好像會影響到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身體的部位 基本上肥胖就已經是你裡面血管容易積聚了一些脂肪 其實只不過是集中在哪個位置的分別 大肚腩的人士 他們壞的膽固醇會比好的膽固醇多 這樣東西就會增加血管的生失的危險 會引致到各種心血管的疾病 甚至到脂肪肝 研究顯示中央肥胖帶來的健康風險 是比全身肥胖更加高的 這樣是有根據的 因為肚腩的脂肪會釋出較多的有害物質 例如油膩脂肪酸 這些脂肪酸會引致到高膽固醇 其他的有害物質就包括 血管緊張素和支聯素 血管緊張素會引致到高血壓 支聯素也會減低胰島素的敏感度 繼而引致到糖尿病 你會怎樣減肥? 運動 烤褲 吃的方面 留意一下 吃清一點 肥胖的人士如何減低更多風險 答案就是盡快減肥 尤其是要改善中央肥胖 最好多做運動 以及要有良好的飲食習慣 但已經是有糖尿病 加上有高膽固醇和高血壓 就一定要妥善控制好血糖 膽固醇和血壓 幸好現在的糖尿藥比以前好很多 近年本港引入了一種較新的糖尿藥 除了有效降血糖 也減輕少少體重 對血壓、膽固醇也有好處 想了解更多 可以向你的醫生查詢 1 2 3 2 2